就是有一些传播的速度 传播的这个功效 那救生的话超过一年的五个 然后 大概就未满了五年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的同学大部分都是蛮新的 刚刚有同学也是第一次来 所以慢慢的话你习惯这里 其实在老公大学的好处就是他的设备各方面 不会算太差 然后教室的空间虽然不算很大 但是也不会太差 然后师资的话应该也不会太差 就都不会太差 但是收费算下来其实算是 算是蛮划算 因为你随便补习班去问一下 那个价钱都会让你 如果跟老公大学比起来的话 那真的是差距还蛮大的 而且你即便你去补习班的话 师资上面其实也不见得有比较好 你们可以去去看就是问一下 大家知道 像前天有个爸爸也是这样 他去帮他儿子报了那个电脑课程 他说随便上一个什么程式设计课就要五万块了 所以他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他也来上课 可是他来上课是帮他儿子上课 因为他来上课他也听一遍 对不对 那回去因为他们两个父子可以一起学习 他就把他的账号给他儿子 他也可以登录我的那个论坛 所以他儿子也可以再学一次 然后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应该更融洽吧 OK 那这边的话来 学习动机 主要是刚好需要这个技能最多 其实我发现AUTO K最近需求还蛮大的 他自我成长 另外兴趣比较多 另外用在哪什么地方 工作上的68 所以大部分还是工作上 然后融入职专业 OK 大概是这个 再来是否已经有这个软体了 否的话占79% 那这软体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软体非常贵 那如果买买买买那个 呃正版的话 其实这个价钱非常的很高 那我们这边的话 我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可以让各位使用 可以让各位使用 也可以上课都不会有问题 等下我会讲解 OK 那这个方式你们也可以 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在家里也可以练习 等下会讲解 然后呢 对电脑操作 还算熟悉的 然后学过还不熟 等等 OK 所以如果说你还不算熟悉的 像我刚刚发现那个 有些同学连那个输入网址都有一点点问题 打字有点问题 恐怕你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 要比别人多花大概一倍的时间吧 可能回去一定要再练习 不然很容易就跟不上了 然后呢 那是否担任班长的意愿 嗯 有三位同学 就是如果没有合适 的人选可以考虑我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 尽量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 选择班长的上面 不然的话真的很 很浪费时间 OK 好大概这个问卷的结果 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说 大部分同学都是新 新加入的 所以很欢迎各位可以加入这个 我们劳工大学这个大家庭 那 再来就是说 大部分同学也刚来 所以慢慢你熟悉 那接下来我们要选那个班长 那班长部分因为有三位同学 已经有就是意愿 但是很客气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有这两位同学 这一位同学是 王怡文 不好意思 王文怡 站起来一下 各位看一下 OK 应该 太客气了 OK 那会不会缴钱 今天 那选你一定要缴钱 其实还好啦 这只是就是 义务协助一下 应该也没什么太多的事情 顶多我记得好像就是班长的话 就是班长跟学医好像就 第一周看需不需要统一构书 的话 帮忙这样子 一下 那其他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的事情 再来是长金龙 OK 好 你有意愿吗 OK OK 好 那还有一位同学 这一位 是60级生 若 若与 近 OK 那你们两位 但是